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昨天讲了晚上我开的车爆胎了 那么我用了CAA的服务 那么今天我想讲讲我感觉CAA的长处和短板 CAA它有什么优点呢? 最主要的我觉得它比较方便 打电话立刻有人接 而且相对来说如果天气好的话 服务相对来说车来的比较快 而且它是一个相对大的公司 比较可靠 那么缺点方面我想提一提 这是我的一些经历 我感觉很大比例的司机业务不足 比方说去年我有一辆车是不好用了 开不走了 那么我需要有一个拖车拖到我的修理厂去修理 这天来的是一个东欧的一位先生 我觉得他这个业务呢 他说他在CAA已经干了好多年了 我觉得他的业务不足 他把我的车呢 牵引到这个他的车的那个拖车平台上 就在这个车很近的距离上 他花了45分钟 我觉得他这个水平啊 这是可圈可点的 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对车的驾驭能力 还是相对差的 还有呢就是有一次呢 我的电池不好使了 他们来给我换电池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服务 居然找不到这个电池的位置 那当然了很多型号 是都车的电池位置不同的 但是你大致总有一个方向嘛 他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我就觉得这个他们训练的还是不行的 还有呢就像昨天说 给我安上轮胎以后呢 要打气 这个过程呢 后来有专业人士说 那就错了 应该呢你先打气 然后再把我的备胎安上 因为我的车呢是 是没有气的 必须这个备胎没有气的 必须打完了以后才可以 才可以安装上 他这个程序就做反了 那么呢 他的训练呢就是不对的 而且呢他打完了以后呢 没打进去 他就说我的胎漏了 我说这个不对呀 这个我才一个多月以前才用过的 他就说漏了 我上次也提过这个事 后来呢我拉到这个轮胎公司去 人家就给我打上了 他们说呢 有可能呢就是他们 这个CAA的打气的 这个气压呢是不够的 太小 而且人家那个公司里边呢 在轮胎公司里边的气压可能是比较大 那倒有可能了 但是呢你不能说你这个 我这个胎是漏的 说这你们毫无根据嘛 而且两个CAA 司机来了以后 都是这么说 我觉得太不专业了 而且呢 服务态度很不好 再说说服务态度呢 我觉得呢 有几个这个 人呢是 态度是比较好的 那么呢有一些呢 态度是很差的 什么人都有 相对来说呢 可能是白人的小伙 我觉得他态度比较好 其他人呢 反正可圈可点了 我也就不想多说了 还有呢 拖车过程中呢 还有一个希望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呢 如果拖车的时候 你的车由于CAA 给你造成了损坏 一定要注意 把它排下照片来 然后呢 跟CAA联系 往往呢 比较 他们是个大公司 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的 我就看到 听到一件事嘛 就是说 有一个华人 在拖车过程中呢 CAA给他 把车给损坏了 那么呢 损坏的是 后边的那个 Bumper 它给排车造了 然后跟CAA交车 CAA呢 就把这个 后边那个Bumper 给他买来了 而且安装上 配完旗 这个做的 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呢 CAA呢 提供的服务呢 主要有哪些呢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 我也不是CAA的 那个Agent的 所以我也不是 专门为他打广告的 可是呢 我愿意让大家知道一下 CAA的这个 服务都包括哪些 他的紧急服务呢 包括 电池充电 电池更换 开锁服务 送汽油服务 还有那个 轮胎服务 你别了以后 他给你 给你 给你换一个备胎 机械急救 还有当然有这个 拖车服务了 那么呢 根据你的不同的等级 你的拖车是 多远 是不收费的 例如呢 当你的汽车坏在路边 打不开车门 他可以来给你打门 打开门 把你的钥匙取出来 这个服务我用过 如果需要拖走 电池坏掉 不着火 或者是轮胎需要充气 或者那个换轮胎等 这些他们都可以提供服务 还有呢 他还可以给你送来油 好像是我没用过这个 好像是 有一些是免费的 有一些呢 他送来是免费的 但是呢你要付油钱 嗯 这些呢 服务还都是挺不错的 除了路边的这些服务以外呢 他还有这个 紧急救援 还有那个免费提供各地的地图和 旅游导览 这个挺好 我要了很多 其他国家 城市的一些地图 当我旅游的时候呢 这都是免费的 他们会向你提供 还有呢 就是他们 有机票啊 船票啊 车票的折扣 还有那个 汽车保险 汽车保险我比较了一下 好像 不是特别便宜吧 这就是CAA的基本情况 向大家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能有个基本了解 好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